在場的長官及各位同仁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113年11月26號 由台南市立安南醫院所舉辦的 乳房醫學中心接牌儀式 現在我們的儀式正式開始 安南醫院成立將近12周年以來 臨時著照顧相親的一本初心 在今天決定成立乳房醫學中心 這個中心不斷有跨團隊的醫療成員加入 除此之外 我們更提供以戰士的服務 從問診 衛教諮詢 到影像拍攝 都可以讓民眾在一天之內完成 免去民眾周車勞頓之苦 除此之外 我們的乳房外科 今年也很幸運的 我們邀請到了兩位生理軍 第一位是我們的衛嘉儀醫師 請衛醫師跟我們檔下高分 第二位呢 我們特地邀請總院的 乳房外科主任權威 那我們就是我們的劉良智主任 請劉主任為我們打一下高分 謝謝主任 有這兩位生理軍的加入 相信呢 一定可以一起共同守護 我們鄉親們的健康 那在今天的接台儀式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有請安安安醫院的大家長 林勝哲院長為我們致辭 院長請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劉良智部長 謝謝 那我們安安安醫院的所有員工 我今天比較奇怪 連我們的基層工作人員都來了 今天總統主任所講的安安安醫院剛好快12年 我們是1202月號開始 那當時是一個地區醫院 現在是區域教學院 所以我們對所有病人照顧 希望朝著向醫學中間的水準前進 那大家知道在今年 在清德總統提倡健康臺灣 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癌症死亡率要降低三分之一 那相對的我們乳房的腫瘤或乳癌的部分 他在所謂的診斷治療並不那麼複雜 而且在國家政策推動之下 我呼籲所有的護理同胞 男生少數也有 在呼籲護理同胞跟少數男生 自己如果在定期檢查 每個月檢查的時候摸到腫壞 一定要趕快救 不管是所謂的乳房攝影 很多乳房攝影說會怕痛 其實超音波也可以取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也減少很多人成困擾 那現在的醫療非常進步 從開刀 電療 放療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醫院有五個整間外科醫師 可以做乳房重建 那後續包括我們整個營養師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同仁 都給他全新協業照顧 那今天剛好 我們這個本來女性健康中心 在安樂院就有了 那整個設備 因為劉部長盜臨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 一貫式的服務的 所謂的乳房醫學中心 讓我們所有的市民同胞們 女性同胞們 如果來到這邊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得到診斷跟治療 我想只要自己發現自己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很想知道後面的結果 那如果在等待當中 需要花一天 兩天 一個月 才知道結果 我想這個煎熬是非常嚴重的 那今天很感謝劉部長 這樣過來 也把台中整個 醫學的整個中心的 所謂的設備 一起帶過來 那也希望 每一對朋友 都幫我們宣導 尤其在安南區 本來從18萬人口 變成20幾萬人口 那我想很多的需求 也希望我們這個很隱密的地方 一個醫學中心的設備 能夠服務更多的更完善的服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外科部 代孕生部長致詞 單位長請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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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媒體的新聞小姐大家好 很高興也有歡迎各位媒體來參加我們這個 安南醫院的防疫學中心的開明 那我想我們安南醫院大概 就是安南醫院長講的 進入第12年 那我們一直很希望說 我們是在防疫學中心這個路上 在前進 也期待能夠跟很大其美 能夠是個三國鼎立 為這個整個大台南地區的民眾 集中最優質個人化的服務 那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們跟劉安智主任是熟識 我們已經認識很久 劉安智主任大概是 也不用介紹 我想全台灣大概沒有人不認識他了 這是民醫也是民嘴 那我們很開心 總院能夠提供我們這麼好的 這個人來提高我們 來提高我們安南醫院這個 滋房外科的水準 那我再稍微介紹一下 劉安智主任的這個檢疫 那劉主任是這個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現在這個都很重要 一定要講什麼醫學系畢業 不是 不是 不講話就有人會擺一次波波畢業 然後是在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研究所的碩士 現在也是國立中心大學生化研究所的這個博士 那目前是擔任這個 中國醫藥大學外科部的這個 這個 滋房外科的主任 那也是外科學科的教授 那我們很歡迎劉主任 也希望劉主任多多替我們指導 能夠提高我們安南醫院 滋房外科的水準 我們歡迎下個主任 院長 院長 然後各位長官 然後部長 還有韋斯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人 就是我其實 國中呢 我就住那個 南區那邊 我念新興國中 然後 當然 就念台南一中這樣子 後來就中票了這樣子 那因為在中部發展 那我覺得 因為這當中就是 台灣就跟我家鄉一樣 那 其實在 我們醫療體系 我們的大家長 就是蔡常來蔡董事長 他其實是 很希望大家一致性的再提升 所謂台灣的醫療品質 所以呢 他其實在各個地區都有 譬如說設立分院也好 或者說跟當地的市政府做結合 然後去做BOT的經營他的醫院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的水準是一樣的 那這個剛好有的因緣際會 那就是因為我 我自己本身是台南人 那我一直很想回來 也有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樣子 那剛好這個 這個林院長的 他不把我氣憾 就是說他 他覺得我們應該在安南地區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乳癌的治療品質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目前乳癌 其實是每年增加的 那當然就是剛才像院長講的 他其實就是要 我們要盡力達到賴總統的這些 而且在早期乳癌 能夠降低他的死亡率 然後讓整個 這個全國的這個民眾 能夠存活率能夠提升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回來服務這一天其實是 非常重要的 也意義非常大 那我們一定會 在這個院長跟部長的帶領之下 把我們科試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讓希望大家在 大臺灣地區的乳癌的這個 治療品質能夠達到水準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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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長官 大家會聽到我說 3 2 1 請揭牌的時候 你們在一起用力的往下拉 那要不要先拍一張 還沒有揭牌之前的照片 各位朋友 來請看前面 請各位長官看左邊 記得再請各位長官看向右邊的媒體 好的 好的那現在我們要開始今天最重要的儀式 就是我們乳房醫學中心的揭牌 3 2 1 請揭牌 來請大家現場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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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長官看向左邊 請各位長官看向左邊 請各位長官看向右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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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嗎 就可能心理期結束之後 就是可能自己在洗澡的時候會做一些常用 那平常那個什麼攝影會照著國劍鼠 因為國劍鼠規定她40歲 就如果你沒有家族式的話 40歲以上 對 每兩年要做一次旅行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女性大概是45歲以上就可以做 對 我知道這個訊息 但是因為年級還沒有到 也沒有家族式 所以就沒有遭過禮房長 OKOK 攝影啦 就穿過遊嘛對不對 對對對 一般一般 這都很常見 那尤其是像 像剛才院長特別講什麼 要提高 你知道提高存活率嗎 是 那以前我們的政府就會著重在所謂的晚期 那你知道把錢全部花在晚期 那賴總統說要提升存活率對不對 所以她最近會把什麼為的百育基金 放在早期 早期這訊息如果能夠控制好 不至於到晚期 她的醫療花費什麼 整個就減少很多 我覺得她這個做法是對的 是對的 預防育於治療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只是因為你放到早期對不對 然後你又要說你有百育基金 哇 那各家 各家的藥廠啊 什麼的藥子 要是早期 就想要的申請健保 趕快進健保 然後讓健保百育基金來處理這樣 所以現在 我們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專家會的時候 就要想說 這個排序是什麼 因為 再多錢都花不完 花不夠 所以你百育基金 所有的都拿進來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這個有優先排序 哪一個藥 它可能效果比較好 拉出比較大的差距 所以我們會去能夠 拉高很多 死亡率降低很多 所以我們就排序先拿出來 哦 原來是這樣 每次都是做 反正就是 除了醫療專業以外 對不對 然後拔學去看到多少 能夠擠住多少 然後就到多少 謝謝 謝謝